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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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大家好 現在是晚上凌晨 差不多兩點了 我老公回夜間了 所以他不在 剛才很折磨 因為兒子今晚吃了 不停取奶 因為明早上就預約了看醫生 大概九點半 我就要去做手術 摸自衛齒 這個日子終於到了 其實我心情真的很緊張 剛剛又幫完帶 我多睡三個小時就要起床 因為待會我老公的哥哥就會過來載我們 所以我就要提早起床 要預備好所有東西 而且早前就很辛苦這樣繃 不停追奶 因為現在兒子的食量太大了 所以變成追奶追到我便會人到電 好吧 我就留回明天再跟大家說一下 明天的情況 不過我猜不知道做完會不會說不到 可能都記錄一下我摸自衛齒的事情 到了早上的時間 很幸運我們找了哥哥幫忙 不然這次真的很大會 因為我老公回爺子早上 而且最近不斷送家班 所以我們真的找不到方法 就找哥哥幫忙 而且兒子也 唉 昨天真的 看不見到兒子 唉 對了 那我就被他玩死了 昨天叫醒了三次 不知道做什麼 發神經 唉 而且今早是不可以吃東西 又不可以喝水 然後醫生就叮囑我要穿T-shirt 還有叫我 叫我什麼呢 就是不要戴頸鏈 待會要脫 其實我呢 就怕了整晚 我整晚都沒有睡好 兩三個小時就被兒子喊醒之餘 自己都擔心做完手術之後會怎樣 因為又不能吃東西 又不能說話 因為那次洗完牙之後 那個反應很大 完全痛到頭痛了三天 吃又吃不到三天 所以這次剝死者呢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希望一切安好 好 那我們去到醫院再報道一下 好了 好了我終於來到這個Jervison的Hospital了 這個我帶了囝囝來 因為呢 沒有辦法沒有人看著他 還有今天呢已經熱到100度 所以呢我喜歡給他 還有我喜歡這裏呢 就是他不會介意你帶小朋友來 那我老公和兒子就可以一邊喝奶了 那呢 待會呢 我一個小時後 九個字呢 那我就驗尿了 那要看我有沒有pregnancy 那應該沒有啦 剛剛西蘭還有pregnancy 那呢 那就 是的 還有 待會做手術呢 我有點緊張 真的很緊張 到現在都緊張到 唉 唉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啊 我很擔心有沒有吃東西 有沒有喝東西 最慘我要照顧這隻發骨龍 這樣 對了 你很懂得看鏡頭 對了 那我希望一切順利啦 那 醫生就說做一個衝效手術的 但是呢 怎樣都要做 因為麻醉藥都挺厲害的 他要打3至4劑 那可能要等麻醉藥過了之後呢 那他才讓我走 那醫生 那昨天的姑娘也有打電話過來說 有 確實我有沒有人去接我 因為他說 如果麻醉藥太厲害的話呢 他未必會讓我自己開車走的 那樣 所以他說如果沒有人開車 帶我走呢 他的手術會cancel 他們都很treat這件事 很serious 嗯 就是這樣了 那我希望一起上來啦 那等一下再說啦 兩小時後 好 好 那你帶你回家後 後來你的手術 我們會把你回家的慈慈藥 好嗎 五小時後 好嗎 五小時後 你現在 真的 說不出話 我現在聽不到你想表示 不過 在你身上 很安全的 應該 你口說不出話 可能他會精神 精神一點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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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院 κ emerging 嗯 嗯 還抗拒 哇 哇,剝了牙齒,整個薑絲都放在兩個棉花 你不能讓媽咪了,小小 早上,大家好 今天就是第二天 口口好了很多 不過,這裡都是種種的 今天早上就拿了這包東西去沾住 這裡有兩包冰袋 這兩個冰袋是震痛的 昨天敷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其實叫我敷20分鐘 但我就敷足一個小時 臨睡前敷,當然好了很多,真的沒有那麼明顯痛 我不知道香港的醫生有沒有那麼適合 因為可能我一次過剝了四隻 好像感覺上有點嚴重 現在又再敷一次,因為我感覺到有點發熱 今天早上我就塗清楚他本notebook 就說可以塗 不過我就用了電動牙刷 就用普通的高露劫 平時因為我老公會朗口 他用市面上的朗口 比較好 所以他就給了這支我 就叫我早晚用它 就用來朗口 這樣 每次都是15毫升 15毫升 其實蓋血有顯示的 我今次已經朗了口 昨晚朗了口 昨晚我又沒有拆牙了 因為呢 醫生就不建議我昨晚拆牙了 因為呢 因為呢 流血流得很厲害 所以就是這樣 好啦 我也是這樣錄回來 大家不要介意我現在頭很凌亂 因為呢 昨天沒有洗澡 醫生就看到我暈倒了 就不見了我洗澡 那他就說 今天才洗澡 好啦 那我首先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在醫院剝 而不在診所剝 其實不是我選擇的 我是被迫選擇的 因為呢 連美國的診所都不敢幫我剝 那他就一來呢 就去了這裏 就寫了個 refering letter 就去了這個 Jefferson的Hospital 那裏剝 那呢 就說 他說那個診所醫生呢 他沒有把握幫我剝 他簡直是說 沒有把握 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這邊 其中一隻牙呢 已經是壓傷了前面那隻牙的神經線 看到我的牙是完全打斜了 所以呢 他問我 你其實平時痛不痛 我說是很痛的 就是一痛是痛得很厲害 就是 吃又吃不到東西 那天說不到話 我的頭也很痛 我是靠吃 有些Panadol才好一點 在香港 那來到美國都有偶像痛的 但是就沒有之前在香港痛得那麼厲害 那醫生就見了 一段剝 那他那時候診所呢 幫我照X-ray的時候呢 就是我想告訴大家 美國的診所呢 是很先進的 就是包括牙醫都很先進的 他們的X-ray 那些呢 真的也是360度這樣轉的 就是你咬著牙筋呢 然後呢 他會360度這樣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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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高科技 然後照到你這些牙呢 是牙肉啊 牙根啊 每一樣東西都是很仔細的 我在香港的時候呢 他純粹是一些醫生這樣 純粹是用眼睛去幫你檢查 就是 除非你去醫院做 那他連診所都有這樣東西 但是呢 平時呢 我老公就跟我說呢 如果普通診所呢 是可以幫你剝牙的 如果他有把握 很小事的 那我老公都試過剝的 但是我呢 為什麼今次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我這隻牙太厲害了 其他呢 都看到 都碰到牙根 弄傷神經線 那他那次就幫我檢查的時候呢 除了照X-ray之外呢 他也打了麻醉針 但是打完麻醉針呢 在這兩隻牙呢 是很痛的 就是完了之後呢 是痛得很厲害 完了麻醉針 所以我很明白 大家就說 可能牙怎麼這麼痛 但是今次在醫院做完手術之後呢 我有點意外就是 痛呢 就不太痛 不過呢 就腫得好像整個包 我自己裡面感覺到很腫 很腫 很腫 所以我就抱著這件事 我覺得他真的鼻得很好 對 真的不要笑我 真的痛的 那 嗯 我覺得 在醫院做到他都不錯的 不過呢 我就不喜歡他 之後的Service 就是 就是 當我剛才 瘋牛奶 突然間出血 那 我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來沒有試過 瘋牛奶 瘋到出血的 那 我就 瘋完 平時我瘋三十分鐘 我瘋到大概十幾分鐘 我就不再瘋了 我真的想 裡面的 奶水 全瘋清 其實都沒有可能 等一下要再瘋一次 因為我平時凌晨有起身瘋 我不知道是有十幾個小時沒有瘋過 還是怎樣 因為他那些麻醉藥 麻醉到我的瘋是沒有知覺 所以呢 我感覺不到痛 那我昨晚又想給自己休息 我不想特地起床 出去給自己瘋人奶 因為 昨晚兒子又不斷醒 那 就 辛苦我老公了 因為我老公昨天早上才下班 直落就要陪我去醫院做手術 那 那 我也很感謝哥哥 帶我去唐人街 那我老公在唐人街 再接我去醫院做手術 我也很感謝我兒子 因為他真的陪我每次經歷這個風浪 又陪我考車牌 那 那 那 這個過程我覺得都幾難堪的 因為 突然 人奶風出血 那剛才我們打電話 打到很多個辦公室那裡 竟然是 一個推一個 一個推一個 因為他就 這個部門不是屬於我的 因為他在Jafvison有很多間的 那 他 我其實打到Emergency Call 我不知道他的Emergency Call 在哪裡 然後他叫一下 Emergency Call 他竟然說不是我所屬的 然後就接過了去費城 在城市那間的Hospital 那個Hospital 就說這個不是我負責的 然後他接駁了去其他間 那 變了就 這單就接這單 我們前後呢 接駁了四五個電話 最後呢 他就駁了回到Emergency Call 那裡的醫院 那其中一個醫院就跟我說 我要打去91911 那就問一下 醫生那裡怎麼說 那裡的醫生就說呢 再打回來給我們 那我老公剛才都有點生氣 因為他覺得他們說話 有點推捨 就是吃了這些藥之後 是有些問題的 那 的確他有說過的 頭兩天不要餵人奶 我不是餵人奶 我純粹是 維繃那個奶量 不會說 因為我兩天不維繃奶 而沒有奶 因為你維繃奶 就是有一個腦 有一個刺激 就是說你BB還在那裡吃奶 只不過我現在 身體是很開 所以我就 他不會知道我會不會給小朋友 但是腦袋是知道你有沒有瘋瘋 那他才會出奶 那我見這兩天呢 瘋瘋瘋的奶 是比日常的多 平時沒有那麼多 那我都是隔六七個鐘頭瘋 以前是四個鐘頭瘋 那我不知為什麼 今早早起床瘋的時候 打算 其實我都會倒的了 但我沒想過是出血 那結如是乎 他再打回來給我 他就說 因為你的手術完了 你出院的第一天 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其實都不關我們事的 至於吃藥那裡 其實我們確診過都是沒有問題的 對你的身體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的話 其實他說 應該昨天跟我們說 那其實這句話 我覺得有點推舍站 那因為 我多不少都會是因為 他們那些藥的問題 那最後呢 他就建議我打回去 醫科醫生那裡問一下 究竟胃瘋瘋那裡 又或者是我的 primary doctor 就是我的 苦產科醫生 他就叫我打過去問 那今天剛好 上星星六 那其實我很想說的是 星期六呢 如果你星期五做手術 或者看醫生呢 星期六多數的醫生呢 那些辦公室呢 普通診所是不開的 一來呢 如果你有什麼緊急事呢 就無論怎樣 都是打Emergency 911 我真的覺得很頭痛 但是你打去Emergency 其實那些醫生 又不會代表你 即是很寒冷的 那樣回答你這些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你最好就是 自己開車去 急症室那裡看 那我就覺得 那麼小事都去急症室 不是吧 但是 我是擔心之後 保持著餘奶 因為 過了這兩天呢 我就可以給送朋友 而且我抱孕呢 是 不是很喜歡喝奶粉的 那所以 變成了 有點擔心 如果你不用喝奶粉 就被他 就被烤著喝奶粉 他的奶量 就會越吸越少 其實都很緊張 到最後 就是 很感恩 就是打回去 我的那個人婦的診所 他也說明了 office is close 但是他也有他的Emergency Call 那他的Emergency Call很好打給我的Dr. Wu 我的醫生 轉診醫生叫Dr. Wu 那我的Dr. Wu剛才也打電話給我 我不知道他是用私人電話還是用診所電話還是用公司電話 因為你知正常不會把私人電話打給我的 不過他也真的很好打給我 那他就跟我說 他跟我說的情況就是 因為可能他問我乳頭出血還是奶水出血 那他很清楚分開兩件事 我就說是奶水出血 我也查過乳頭是沒有出血的 那他就說 那可能是我乳頭裏面那個的微絲血管爆了 所以就這樣 那他一說微絲血管爆了 我就幻想著會不會是 不是幻想著 就是我去想 那我十幾個小時 晚上因為我最後一次瘋的時候 是九點幾八點瘋 十點幾鐘瘋了應該是 那跟著 今早起床七八點才瘋 過了十個小時一次瘋 可能突然一瘋太大力了 一次瘋很多了 那所以呢就令到那個微絲血管出血 那就雨水呢就出到一些血出來 那你既然出血當然是更加正常的 就要倒了 那我也再問回多一次 就是因為他們作為醫生 他們對於所有的藥物都很清楚的 那我就逐個逐個藥物跟他 說這隻藥能不能吃 這隻藥能不能吃 他真的很仔細告訴我 這隻藥能不能吃 這隻藥能不能吃 他唯獨這隻瘋鹽藥呢 就說 這隻瘋鹽藥是超嚴重的 就是對BB影響得很大 那所以呢他就說 千萬頭那兩天都不要餵了 他說正如牙波醫生都說 這一兩天是一定可以餵的 直至多份量越來越減少 但是他都不建議我其實是餵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最好頭那七天都不可以餵 但是因為你想餵寶寶的話 最好就是什麼 最好頭那兩天就不要餵了 他說因為隨著他那個才減低的份量 因為是頭那一兩天吃五粒 之後就吃三粒 最後那兩次就吃一粒 然後醫生就說如果你之後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 封出來的血 封出來的雨水都是出血的話 那就要回去找他 再去安排照那個 乳房有沒有問題 照X-ray 那我希望之後都沒事了 因為都很麻煩 大家能夠把這段片 我不是說叫大家分享 不過都純粹一個個人分享 給大家認識一下 美國的醫療 維持著我都會分享 就是為什麼我每一次都會拍片分享 就是這些就是真正我美國生命的情況 就是是不是美國有些醫療是很好的 那但是有些的 就是follow up的東西 做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如常那麼好呢 那我這個就是我以國良的身份 去跟大家說 那就是這樣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頻道 那之後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影片就在這裡完結了